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他喜欢 也不能说是他们喜欢 而是大家伙喜欢 对吧 就是你就瞅瞅吧 就全是离婚 结婚 求婚 逼婚 出轨 哎呦 你看我从你算没从刘翔 开始就一轮巨浪 对吧 然后我前两天又看见什么张亮颖开演唱会的时候 又怎么怎么着 有逼婚的传闻吧 到底怎么回事咱不知道 又有个什么陶哲呀 还是陶哲 那就又又出来说 哎呦 我儿就出轨了一次啊 出来开新闻发布会 然后就是还有谁啊 这个安全王又离婚了 是吧 你看就全是这个婚姻问题啊 你们看的会不会消化不良啊 看的太多了 因为很多人都有婚姻嘛 所以 而且自己也有问题嘛 所以就看别人都是有个安慰嘛 你觉得是这个原因 大家怎么关心 安慰什么 看别人离婚很安慰 对啊 你看别人 你看这个 看明星多数是人是求安慰的 明星在电视里变老了 人就会有一种欣慰感 就自己照照镜子 这么有名的人 现在他也这个样了 而且我现在有一个 就是我的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啊 就是 就是我觉得不要拿一种道德呀 去绑架 因为呢 这个社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讲社会功德 对吧 比方说你是不是做慈善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恰巧在这个婚姻恋爱 离婚 甚至于出轨这种问题上 近几十年来啊 中国社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变动 人心也特别大的变动 评价标准也很多 社会也特别的多元化 可是现在呢 我就觉得啊 是有些媒体吧 或者说是有些网友啊 他就是你知道吧 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啊 我夺君子之父 我有时候就觉得就说 哎 你是明星对吧 好 你就他脑子里有根线 就是你看啊 你要是出轨了 你就道德 你就没道德了吧 你要没道德了呢 你这公众形象就不好了 对吧 于是作为明星呢 他的这个商业形象 现在是跟他的婚姻恋爱方面的这个所谓传统道德形象啊 我觉得是紧密绑在一块的 于是他要生变 或者他要忏悔 或者他要哽咽 那么就是 但是实际老是说 照我来说 我觉得这基本上还是属于他的隐私范围 比如说你像在好莱坞来讲 这种明星离婚 结婚什么论 有没有大家会议论啊 会议论 但是议论好像也没到这种出来 很多吧 还是有吧 只不过我们不太喜欢看英文 没看到而已 没有 我觉得假如 他们不对 我觉得他们假设啊 现在我觉得有些很多明星 你也可以说他对自己要求高啊 但是我认为他脑子里有个道德法庭 他觉得 哎 这事儿 我哪件事儿不符合了呢 好比说 你看 我要是离了婚 你们发现我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啊 这事儿可以炒作 或者说这事儿可以对我有好处 甚至我两个人要秀恩爱 甚至我两个人手拉手 我要走学 甚至我两个人的恋情公开之后 我走学的价钱 俩人一块走学的价钱能赚大钱 对吧 但是就差一点点 就是说 哦 原来你跟他好的时候 有人算出来了 你那个时候假如还没离婚的话 这时候呢 似乎你那个道德法庭啊 就一落千丈 于是呢 你就要有所交代 说 哎 我这一点就不道德了 不道德了呢 似乎又直接会影响到 他的商业的利益 商业 我觉得整个情况有一个基础 是说为什么我们对什么离婚啊 谈恋爱啊 分手巧架感兴趣 我觉得除了你说的什么道德法庭等等呢 有一个理由 那因为这种关系有故事 我们看这种事情啊 它有故事嘛 离婚一定有两边的说法 或者说就算他没说只有一边的说法 我们也会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们一般另外说 我们从光明面来看啊 不要说什么道德批判 是说我们觉得婚姻啊 不管是不是神圣 我们觉得是一个美好的 有个东西我们追求一个理想在那边 哎 现在没办法达到那个理想 然后呢 离婚 分手 劈腿等等 里面有故事 有故事我们就可以想象了 我们看的时候自己投注 不管是指东所说的 跟自己的比较 因为我们看任何的外面的所谓的丑闻啊 scandal 我们都是跟自己比较嘛 有时候甚至看到杀人事件 我们也暗暗高兴啊 幸好我没 你很高兴 对 真的啊 有人是吵架了杀掉老婆 我说 哎呀 幸好那天我忍住 不然我也杀掉老婆 我说我老婆忍住 对 这是社会心理学嘛 那说回关系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里面有故事 有story 我们觉得可以很多的想象 我觉得所以就是百看不利嘛 当然其他也因为他们是名人 也因为有商业炒作等等 我觉得是这种事情 就算我们育成生活啊 不是明星啊 你平常也会打听啊 表哥离婚啊 表妹吵架 谁跟那个阿姨劈腿啊 真的 特别好看的 我不是假装高尚 我这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种无可奈何 真是百看不厌 不是 这个百 我最近发现 徐老师 我觉得我需要戒一戒了 你知道吗 就是哎 就是像戒不掉烟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 戒不掉酒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手机 这个新闻 这些新闻客户端 老实讲 这些小编们都太敬业了 你知道吗 他们太好看了 让我啊 一看就停不下来 就是太烦了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我放下手机的时候 我都要想 我再也不要再看了 可是我这一看 哎呦 这是张亮影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而且下边的跟帖 你还要看评论 真是欲罢不能 停不下来 可是我又觉得呢 哎呦 很不体面 或者说呢 我又觉得这对我一点营养都没有 可是 我坚决不看 我从来都不看这些演员啊 运动员啊 那些结婚离婚啊 什么那种绯闻的新闻 而且我一贯就是在学校啊 在什么地方也好 有很多人喜欢在背后说 某某某什么 没有某什么 他们就在我身边办公室的人 旁边的人 他们好了 或者他们怎么好几年我都不知道 后来他们都很奇怪 说谁都知道 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不跟人家讲这个 所以人家也不告诉我 美国啊 有个杂志 叫人民杂志 人民people 这个人民杂志呢 不是我们那种政治杂志 它是在超级市场出来的时候 你领买单之前 买口香糖 买逼运套 加上有一个people杂志 那个people杂志 就是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些 就是谁谁谁 跟谁谁谁 跟谁谁谁 谁谁谁肚子大了 谁什么什么 不看 不看就没事了 而且他们呢 一看就停不下去 他们呢 这些东西呢 就是市民的 就是口香糖 它不大会影响他们的事业 不大会因为某个人离婚了 或者某个人出轨了 他以后就不让他演电影了 对 或者说是什么片约就给取消了 对 或者说广告大跌了 对 这种没有 什么情况会广告大跌受影响的 那就是轮同啊 或者什么家暴了 就上法庭了 真的是犯法了 对 它是以法律为一个 就是就是你是你牵涉刑法了 你像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那个说儿童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就做得很大了 那这个会影响到他事业 否则的话 他那里男男女女 哎呀 谁管啊 这就是口香糖 我又觉得 大家现在是不是有一种 你看如果说我们没有别的宗教的话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就叫明星教 明人教 就是我认为这个明人现象啊 明星现象啊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思考的话题啊 都可以在上边得到印证和上演 他其实啊 也变成了一个公共讨论空间 就比如说婚姻法庭 婚姻道德法庭 好 哪俩明星的事 你就看吧 大家在这个里边谈 其实谈来谈去 也都在这个社会学的规律里 你比方说 我也可以给你看个图表 你看啊 这是这几天啊 民政部发了一个 中国呀 已经连续十年 这个离婚率啊 一直在上升 连续十年路德 离婚率呃上升 呃 而且呢 甚至是呃 比如说呃 比较高的是2013年 2013年呢 比这个2012年的离婚呢 能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八 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增长 而且他们就说 现在离婚的主力军 就是出生在80年到90年之间 就所谓80后 这是其实现在这是一个一个一个 跟每个人可能都能扯上关系的事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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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有分析 就是说 也不是说80后的就多么爱离婚 而是说相比之下 你像60后的他们能离的已经离了 他已经度过了相对就是刚结婚那些年 就最不稳定的那个时候 而现在所谓80后的婚姻 刚刚他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80后就是现在25、6岁到34、5岁这个年龄 对 刚好 这个其实是全世界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 跟国际接轨 对越来越高 而且离婚的主要主力均也是在那个 这个反而看这种事情要看里面独特的部分 比方说现在全世界 现在中国在数字上面这方面接轨 可是有两个部分可能还没接轨 有待接轨 一个是老年离婚 在外国老年中老年 过了一个年纪五十多 然后就离了 OK 这一部分是增长率非常高的 你说哪里中国增长高 外国 外国 中老年 OK 就是我觉得我的财政也许可了 因为离婚也好 结婚也好 尤其是离婚 很大部分是财政安排 财务安排的问题 让你决定要离婚不离婚 因为每一段婚姻坦白讲 一定是那个 对不对 张爱宁说的 没有一段爱情不是千仓百孔的 那你决定要不要继续 其实财务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是中老年的财政可以了 然后整个观念也不一样了 以前觉得离婚对不起我爸妈 对不起我三代 祖宗 现在不是啊 我不离婚才对不起我爸妈 对不对 然后中老年离婚这一块外国很多 看他说的这么神奇 回去就要贵茶版 然后另外一块增长率很高 是什么 女性要求离婚 对 女性 以前是吵 而且是没有争吵的离婚 以前是吵了 发现老公有小三 外遇 劈腿 家暴等等 现在不是 没有 女性 当然也是中年以上女性 就觉得说够了吧 够了 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用文艺枪来说缘分到此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嗜好 我有我的圈子 等等等等 我不想说不管是叫顾老公 还是叫顾家庭等等 反正我追求我另外的生活 所以中老年离婚跟女性离婚接两块 我不晓得我没看过数字 可是我猜中国还没接轨 有待接轨 那时候才是美好的来名 你说这个中老年 我想觉得那个那天 王莽送给我 他新出了一个 他写了一个小说 叫处处奇葩 处处哀 这个挺有意思 他倒是创作力强盛 不是 他这个创作力 我觉得真是来自于生活 他这个里边写的 就是老年人的丧偶之后 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世界 你比如说 他就到他小说里的话说 就是说 这个你知道老年人的婚姻 那比年轻人的婚姻 现实的多了 甚至只有现实 就是你比如说你丧偶了 哗 这很多人给你介绍 他这里边写一个 我觉得 我相信是有现实基础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比如说 来了一个女的 护士长 因为互相老干部 就给你介绍 护士长年方五十 长得也不错 百依百顺 甚至呢 在这个老年性生活方面 也能够让你啊 觉得百依百顺 让你特别舒服 但是你隐然能感觉到呢 这个女的骨子里啊 有一种冷静 就是 反正是啊 就是让你舒服 然后呢 每天把你伺候的 这个这个这个 该吃药了 该吃什么 吃鱼肝油啊 吃酱鸭药啊 然后就家里收拾的 一尘不染 护士长出身 哎 伺候你半年 哎 这老头觉得这么好的女的 虽然他不大能感觉到那种爱情 但是他觉得有这个也是老年之福啊 好 就准备 要结婚了 结果 啪 这个护士长 说 咱们登记之前 我要约法三章 几件事 我跟你说明白 你在银行里的存款 还有83万 必须一分钱不少的过户到我的户口来 然后你的房子必须转让给我 我一定会给你提供最好的你的老年生活 但是呢 你要答应我这些条件 那老头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老头心里想 实际你 就是说实际你是很敬业的 你知道吗 但因为老头说 你要是不说这个 你结了婚 以你的精灵 早晚都不落你手里 但是这说明你这个女的 还真是 不够精密 高风亮节 对吧 在结婚之前 这事全说明白 然后你就还找一个 我就懂 一个可能30多岁的一个女的 主动找上门来了 找一个老头 出于什么 把这个老头照顾的 特别好 但是只有一件事 就是老催着老头睡觉 催着老头睡觉 就是说七八点 睡了 睡了 然后呢 说本来没吃安眠药 逼着老头七八点吃安眠药 就早点睡觉 然后女的就出去了 不是 老头终于有一次 就有点怀疑 说今天不吃安眠药 他才发现 晚上九点半之后 这个女的才到了 真正的这个状态 在办公室 在她的家里 打电话 她跟南南北网的人谈 老头说 她在偷听谈什么呢 原来是女的在谈生意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30多岁 这女的根本是没处住 他找一个老头啊 是借老头的房子 把老头这房子当成了 她的办公室 当成了她的创业的一个工作室 所以每天让老头早点吃 还没要睡了 你这么就说 哎 这是五花八门 我写这些 真是天晓的 想得出来 但是我相信 可能都是有现实基础的 生活里可能有这样的事 没有 这种基础啊 我当然可能也是 从你说脑头 这样那种故事 可是我们把年纪抛开 把年龄抛开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的本质 不是在好多好多 甚至所有婚姻里面吗 为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的 老外说 OK好 婚姻一定是不只为了爱情 假如谁只是为了爱情来结婚呢 注定是个悲剧的 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还有要维持婚姻 一定不仅是为了爱情 一定是为了其他的 不管是财务上面 不管是安全感上面 或说你生活的疲劳 比方说我年轻人经常说嘛 哎呀我保持单身 每天约不同的女朋友 吃饭看电影下班都好 我说小伙子你撕一下吧 小鲜肉 每天你工作之余 你要想我今天约谁呢 穿什么衣服呢 吃什么饭呢 吃完饭去卢家好了 还是去哪里好了 我说过了一个月 累死你啊 累死 对 你根本是 人是需要 你看他疲劳的样子 还有比价 你知道吗 这边两百七十五年 你什么时候让我累累 很累的啊 我说所以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好 所以说婚姻一定是为了爱情 再加其他的部分 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以没有爱情 只要有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说 王 老先生说 那种故事那么精彩 一定是有他现实的年龄的观察 就是就算不谈年龄 其实是婚姻关系 从女的角度来讲呢 开始都是情 情没了呢 就讲钱了 就是很通俗的就这两条 等到他发现情把握不住了呢 就要讲钱了 像你刚才讲那些例子呢 其实就是因为本身的情况 有点特别嘛 所以就一开始就不是 男的是比较乱的 我觉得女的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那两阶段 男的是比较乱的 那子都蛮乐观的 男的 没有情才为钱 可以一开始要为情要为钱 我觉得 一开始为情呢 一般女的都相信 有情呢就有一切 所以呢 你这个人 你只要你有多少钱 他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找一个 完全没有能力的人 但只要你是 他相信你的能力 你是中产以上 或者你是 你是教授 你是画家 你是领导 你是做生意的 那只要你爱我 我别的都不担心的 直到 直到发现情出了问题了 才直接想到钱了 男的是比较混乱的 男的呢 一开始呢 就在两个东西混乱 一个是钱 一个是信 搞不清楚到底是 我要的是钱 还是我要的是信 是用钱来换信 还是信换钱 这里边有点搞 但是贵证的男的呢 就把这个信啊 他被忽悠成情了 男的自己也相信情了 相信家庭 认同 就男的 等到男的一相信情了以后呢 就vulnerable 就非常弱 非常弱了 他搞不清楚了 你不要要 就非常非常 离婚案就这样发生 不行不行 我相信你个人的故事 不能概括 所有的故事 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如果说这个徐老师的婚姻观是古典的话啊 家辉就是苍桑 苍桑 苍桑是一种启发 启示 江爱宁说 悲壮是完成 我那个 没有刚 子东老师说啊 我那个严重反对 因为你说的是妖魔化的男人 好像男人很淫乱 你说 混乱 OK 混乱 不管是混乱还是淫乱 男人怎么讲呢 分不清什么性啊 情啊 你是混乱 我听成 主动听成淫乱 OK 那那个 因为啊 我觉得男人没有那么混乱 至少好多男人都没有 就是说 我们分得清楚 什么样的不同的性 不同的情 你有 哎 就算同样是性 有没有情 有什么样的情 什么样的关系的情 多强多弱的情 那个性的感觉都不一样 只不过我们有时候 就是那个 不是我们啊 你们啊 不方便讲 或说不懂得怎么讲 一般的 没有那种的 语言的思考的能力嘛 没有那么四字 可是他感觉上面 他可能感觉得出来的 我们打个 最粗俗的比喻好了 就算用钱来买性 他跟性的关系 里面的感觉 可能也是很不一样 不仅是生理感觉 他觉得跟那个人的互动 因为我们经常把性啊 真的宅化了 矮化了 好像就是只有 我们像会说 公狗母狗 我这样做 不是的 人就是人 我讲的性是广义的性 那假如广义的性 更是包含 包含情 包含了情里面那个感觉 那么复杂 我经常说嘛 我才不相信 我们的眼睛 看到那么几百万种光线颜色 鼻子 受觉 各种的感官 对不对 那么丰富 适逆 那我们对于爱情 对于情 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呢 怎么可能只有一种 我爱还是不爱呢 像我最近看到新闻啊 你刚刚说到 台湾歌星 陶什么 陶 我不会读 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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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说 劈腿 看来都不是粉丝 上面都不是娱乐圈的 对 反正 因为我是不会读 两个集 反正他劈腿 然后说求老婆原谅 我看到报纸 我看到笑出来 他说 我答应了老婆 什么以后只爱他一个人 我就想 爱这种事情可以答应的吗 我答应你 我只爱你 可是我真的不爱你的时候 怎么办 我没办法答应的 或者说我答应我不爱你 我爱你了 那怎么办 那不可能啊 我们不能答应爱 我们只能答应行为部分 我只跟你做爱 只跟你竹光晚餐 只跟你看电影 我没办法答应我只爱你 我觉得你说这意思 就好比说 那个结婚的那个誓词 那都是骗人的 那不是骗人 那是一种意志 will 我们一种 比方说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孝顺 我们也对父母亲讲 放心 你说的不代表你全部的行为 但是代表你当时的心愿 这个还是对的 这个还是对 最近我也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讲离婚率上升 整个传媒界呢 是把它当作一个 比较负面的消息来讨论 很多人就来总结说 80年代 80年80后的人 他们的留守子女 缺乏家庭温暖 还有呢 他们现在的经济能力上升了 他们的结婚离婚的代价都低了 所以这么变化 我的感受是 我觉得挺好的 进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因为首先最最基本啊 从个人来说 离婚肯定是失败 是一个个的悲剧 不同的离婚 不同的悲剧 但从社会来讲 首先第一个就是体现婚姻法嘛 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 什么叫自由 就是可以结婚 可以离婚才叫自由 如果只能结 不能离 离了就是错 离了就是坏人 那就婚姻法就没有结婚 婚姻自由 第二 人从身份变成了一个器语 以前鲁迅那个时候 为什么老婆不能离 因为你把它修了 结队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别说现代社会 还有很多人